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咱们大家看到的是中东非常流行的一种绘画形式 它叫什么呢 它叫细密画 我刚一开始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就深深地被它吸引了 当时在远近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很大 但是稍微放大一些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绘画内容就非常丰富了 中东的细密画是由什么而来的呢 当时一些个王公贵族他们平常也会有一些个狩猎的活动 或者有一些个event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想要把自己的这种日常的生活记录下来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自拍以及照相 他们不会有照相机 只能让画师来把他们当时的场景给画下来 但是速度又不能太慢 所以就只能缩小画的篇幅 跟欧洲绘画不一样 欧洲绘画有大量的时间去摆拍去摆画 但是中东人们不太喜欢用大量的时间放在这上 画小就有画小的技术 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的细节 当这个画放到细节以后 大家就可以发现画的好细致 为什么可以画这么细致 想要画这种画 首先颜料就得是矿物颜料 这样的话它的颜色经久不衰 其次用的画笔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种画笔是用老鼠尾巴尖上的那几根毛 合在一起做出来的画笔 那种毛又细又软 在绘画的时候弹性非常好 并且可以含住很多的墨 可以快速地去完成这幅绘画作品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是一幅狩猎图 这个大概就是当时印度或者是波斯王朝 狩猎时的场景 有很多人就认为当时这个时期 实际上印度和波斯都是由蒙古人所统治的 所以可以看到大量的狩猎的绘画 当然这个画有多老我不太确定 从它的绘画的特点看来 应该不是一个很老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它画得很生动 这边有这个毛刺到了这个豹子的身上 然后也有这个毛尖刺到了这个鹿的身上 同时呢这个可能是一个贵族甚至是王猴骑着马过来来狩猎 这个小鹿 整幅画面呢颜色非常鲜艳 有蓝有红 同时还有苗金 这个呢也是波斯印度一带 在那个时期非常典型的特点 谢谢大家的观赏